女人不敢一个人睡觉,于是叫来老公的兄弟来壮胆 其实英婷从年少时就开始喜欢立香了 他们是高中同学 但立香喜欢的人却偏偏是英婷的好兄弟秀斯 一个外貌完美学习优秀的万人名 相比之下,英婷不过是一个唯唯诺诺的钢铁之男 就连母亲也会经常拿她和秀斯做比较 这让英婷在整个高中时期都被感压力 甚至为了超越秀斯而折磨到自己当众嘔吐 在场的同学看到这番景象纷纷避而远之 唯独立香不在乎大家的目光走过去关心她 甚至还不过肮脏地主动担起清理现场的责任 而立香则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由于母亲是个陪酒女 所以经常会带不认识的男人回来 有时候母女俩还沦为对方暴力相向的工具 可是即便这样立香也无法改变现状 对于她来说 她必须要抓住幸福然后逃离这里 所以就算知道秀斯是个妥妥的海王 还喜欢跟不同的女生发生关系 但她依然选择默默忍受 看到喜欢的人这样做见自己英婷很心疼 不过立香却表示自己不会放弃这段感情的 毕业后的立香和秀斯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他们在东京过着表面上幸福的生活 而英婷却过得一地鸡毛 活为社畜的她时常成为别人闲聊的下酒菜 就连回到家里也要忍受母亲的一番唠叨 本以为生活就这样毫无波澜地度过 直到这天英婷与立香的重逢打破了一切 他们来到咖啡厅聊起这两年的近况 当英婷问起秀斯眉陪她一起回来时 立香惊慌失措地把手上的咖啡杯都打翻了 她很诧异为什么英婷会这样问 难道她是失忆了吗 突然立香以不舒服为由匆忙离开 这时英婷追了出来 因为她担心立香的身体情况 看到对方站不住脚的样子 突然英婷主动提出让她来自己家养一会神赞回去 可没想到立香来到后竟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尽管英婷表面上是同意了 但她的内心总有一种背叛兄弟的感觉 正当她想要发信息 对秀斯坦白时却被醒来的立香叫住 她说自己睡不着 让英婷可以借个肩膀给自己依靠一下 想不到英婷再次同意了 看着喜欢的人依偎在身旁 她有说不出的幸福感 早上醒来的英婷竟然发现自己睡在了立香旁边 她有点后悔让兄弟的妻子借宿一消 因为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就说不清了 吃早餐时立香突然收到警局打来的电话 原来她的房子被小偷光临了 于是她匆匆与英婷告别就要回家 而英婷不放心决定陪同她一起回去 看着一片狼藉的家里两个人都惊呆了 小偷不仅将贵重物品都偷走 甚至还将房子的窗户都打烂了 这也让英婷很担心立香晚上的安危 于是她主动帮忙安排了酒店 看到英婷暖心的举动后 立香再次对她提出了违背道德的要求 丽香患有严重的失眠症 就医多年一直都治不好 直到遇上英婷之后 她的失眠症竟然突然治好吗 而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她陪在自己身边 面对暗恋十年女神的请求 英婷当然没有拒绝 只是睡在立香旁边的她十分不自在 她拼命地往床边上挤 而立香却拼命地往她身边挤 这样的行为让她更觉得骚动不安 虽然英婷真的很喜欢立香 她也知道立香和秀斯早已分开 只可惜女神始终是兄弟的前妻 她不允许自己有任何异性 只要默默地守护在女神身边就很幸福了 回到家的英婷在收拾房间时 竟然发现立香的耳环落在这里 她发信息告诉立香却一直没能得到对方的回应 就在此时 那个讨厌的领导再次抢走英婷的手机 看到屏幕上立香漂亮的照片 还一直缠着她让她介绍给自己 直到下班后这件事也没能得到消停 幸好这时立香突然出现拯救了这只迷茫的社畜 来到英婷家里 立香向她解释自己的手机坏了 所以才这么久才过来找她 而且她已经找好房子准备搬迁 房子就在隔壁的小镇上 这样就可以经常和英婷联络了 对于突如其来的幸福英婷有点不知所措 然而她并不知道好戏还在继续呢 突然立香还对英婷说出一个秘密 这也是她想跟英婷在一起的目的 英婷万万没想到 原来立香是想让自己当街盘侠 不过钢铁直男的英婷竟然答应了 还贴心地把刚才拿出来的啤酒换成其他饮料 看着英婷的暖心举动 立香想到与秀斯的对比真是天壤之别 于是她又再次得寸进尺地提出要求 第二天 英婷果然兑现承诺来到立香的新房子 闲聊时立香告诉英婷 她之所以选择这个独栋别墅是因为想给孩子好生活 也可以让她以后跟英婷的来往可以更加有私密感 这时英婷很不解地问起立香为什么会选择她作为孩子的父亲 因为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够秀斯优秀 而且好像所有人都认为她是秀斯的附属品 英婷很感激立香对自己的幸运 而且还读懂到自己对她的好 她表示自己愿意一直陪伴在对方身边 就是这样 两个人略过了恋爱期直接进入婚姻 英婷在什么也没有参与的前提下直接喜提了父亲的身份 在与立香拥抱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英婷有一瞬间觉得她很陌生 而且后背竟然有一种隐隐发寒的感觉 因为她并不知道立香一直在隐瞒秀斯已经去世的事实 而杀死秀斯的人正是英婷本人 本以为立香和秀斯分开 她就可以完全占据暗恋十年的女神 可想不到这天秀斯竟突然出现在他们的新家 伴随闹钟铃声响起 英婷才惊觉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看着睡在旁边的女神英婷倍感甜蜜 因为这样的场景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 尤其是立香对她撒娇的行为让她根本招架不住 来到公司的英婷又再次被讨厌的领导调侃她跟立香的关系 其实她也不清楚自己跟立香是怎样的关系 在立香看来也许她只是一个陪伴入睡的工具人 第二天 两个人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立香再次以犯困为由躺在英婷的大腿上睡觉 这样的行为也让英婷再次肯定自己是个工具人的说法 可是就在这时立香竟然忍不住对着她亲吻了起来 难道女神真的爱上自己了吗 不知所措的英婷不禁在内心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 正当她沉浸在这份甜蜜之中时 她的头部突然感受到一阵剧痛 而且脑海中还浮现出立香诡异的样子 这个样子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立香醒来后 英婷本想问清楚她下午亲自己是什么意思 可是话到嘴边口难开 这时立香说自己肚子饿了 于是两个人开始忙前忙后的做咖哩牛肉吃 当立香让英婷去帮自己拿碟子时 突然英婷发现橱柜李秀斯的杯子竟然离奇消失了 明明下午她打开时才看到在那里的 她正要问清楚立香时却听到门铃响了 原来是立香的铁粉孟子和小海光灵 他们几经周折才找人拿到这里的地址 看到英婷的孟子很诧异 她质问英婷跟立香是不是在同居时被立香否定了 立香告诉孟子 他们只是合租的关系 有英婷在可以更好地照顾怀孕的自己 得知学姐怀孕的孟子很开心 还扬言今晚要陪着立香诉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得知立香怀孕很惊讶的还有小海 这个问题瞬间 把三个人都吓坏了 孟子本想说出真相却被立香拦住 她吩咐英婷帮忙去外面买甜品 之后告诉孟子和小海此时的英婷已经失忆 她根本就不记得秀斯去世的事 记忆 为什么这么说 对于是 你还没记得到哪里 我还没明白 少许多了 那夜的记忆 立香让他们两个人不要擅自去告诉英婷任何事 孟子和小海只能尊重立香的做法 晚上孟子陪伴立香睡觉时 没想到她还是失眠了 立香趁着孟子睡着的时候 偷偷潜入英婷的房间 因为她早已习惯在英婷身边才能睡得着 她就像是自己的安心抱枕一样 而立香和英婷依偎在一起的情景 刚好被前来的孟子看到 她瞬间对这个四眼田归产生了更大的敌意 第二天早上醒来 就连立香对她打招呼孟子都装作听不见 她还不太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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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不习惯了 她从两个人的尾巴押回来 凌亚先輩的赌场 狙着她的赌场 她还不习惯了 她的代表 她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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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想多了头就开始痛 这时刚好遇到同事小鸭子 她询问英婷是不是因为在烦恼丽香的关系 所以那么难受 英婷告诉她自己一直把丽香当成白月光 但是像她这种宅男又怎么能跟丽香相配呢 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替代秀斯的位置 原来小鸭子也有同样的烦恼 因为自己长得太平反了 在如此耀眼的男友身边 就如同茶泡饭那样毫无闪光点 但是对于男朋友来说 她这种类型却是可以娶为妻子的人 所以小鸭子鼓励英婷千万不要泄气 喜欢一个人是不会有阶级之分的 这句话把英婷点醒了 或许确实是这样吧 只要对丽香是真心的就足够了 于是英婷想要赶回家对丽香表达自己的情感 没想到刚好孟子也在 看着孟子犀利的眼神让英婷有点不知所措 原来刚才孟子向丽香表白被决了 所以她打算将全部的怨气都发泄在英婷身上 甚至将秀斯去世的事告诉英婷 听到孟子的话后让英婷大为所知 然而让她更诧异地不止这件事 还有小鸭子的男友竟然就是她的好兄弟秀斯 秀斯和小鸭子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经常被同事欺负的小鸭子总是一脸愁容 是满目春风的秀斯突然走进她的生活 才给她带来阳光 本以为这种甜蜜的时光会持续很久 可没想到秀斯竟然突然去世了 让小鸭子悲痛不已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她认定秀斯肯定不是死意外 一定是被妻子丽香所杀害的 于是她偷偷潜入秀斯和丽香的婚房查找证据 只可惜在屋内翻箱倒柜却毫无所获 最后小鸭子只能把秀斯的一件外套当作纪念带回家 每天还对着外套堵目私人 就当作秀斯从来没有离开过 这天下班时小鸭子无一看到 樱婷竟然和丽香在一起 她一脸疑问地走过去 在一番询问之下才得知丽香竟然就是樱婷现在的女友 而且还从樱婷口中得知丽香竟然怀孕了 回到家 想到丽香怀孕的是她彻底崩溃了 第二天上班时 小鸭子若无其事地向樱婷八卦起来 不仅问及丽香的孩子几个月 甚至还问起孩子的性别和名字 虽然反常的小鸭子让樱婷有点奇怪 但她却并没有多想什么 直到领导把小鸭子叫过去 她看到对方落在桌上的手机才吓了一跳 因为小鸭子手机的壁纸竟然是秀丝的照片 她猜想难道秀丝现在的情人是小鸭子吗 那是不是意味秀丝如今就住在小鸭子的家里呢 为了解决当下的疑惑 樱婷再次向小海问起秀丝的事 不过丽香之前吩咐过她和孟子不能对樱婷说太多 所以小海只能装作什么不知道 她还告诉樱婷一定是认错人了 秀丝怎么可能会与她的同事交往呢 其实想想也是 樱婷也认为这一切并不可能 正当小海沉浸在思考刚才樱婷说的事实 没想到刚洗完澡的樱婷突然出现 她质问小海刚才与樱婷谈论什么 本想着将这件事隐瞒过去 但后来小海还是忍不住告诉樱婷真相 其实樱婷早就知道小鸭子和秀丝的关系 只是她一直选择忍气吞声 而这次她决定主动出击 所以在下班时她突然出现在小鸭子面前 甚至还装作陌路人那样跟对方唠嗑起来 当小鸭子想要取得她的联系方式时 她更是毫不避讳的同样 这番操作让樱婷有点懵缺 因为她并不知道丽香这么做的真正原因 第二天丽香就将小鸭子约到咖啡厅 然后单刀直入地质问她接近樱婷的目的 丽香真的万万想不到小鸭子会这么不要脸 居然当着秀丝妻子的面上大言不惭地说爱秀丝 然而这只是一点开胃前菜 接下来小鸭子的硬操作才是这么多 男人不能生育 于是叫自己兄弟帮忙 其实秀丝在高中时就知道樱婷喜欢的人是丽香 她之所以会把丽香抢过来成为自己的女朋友 除了因为她的胜负欲之外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就是秀丝真正深爱着的人是樱婷 为了把樱婷彻底地留在自己身边 她用一个最极端的方法就是娶丽香为妻 虽然表面上秀丝与丽香是夫妻 但他们却没有夫妻之事 因为秀丝对丽香根本没有爱只有伤害 尽管与丽香结婚之后 秀丝依然改不了本性去拈花惹草 其他女孩就算了 甚至还对纯洁的小鸭子下手 小鸭子明知道她有妻子依然对她死心塌地 直到秀丝去世仍放不下她 在得知丽香怀孕后 竟然还想去把秀丝的唯一骨肉抢过来 小鸭子让丽香忘掉这个孩子吧 怀着去世王夫的孩子与现任生活根本不合理 听到小鸭子这番奇怪的言论 让丽香觉得可笑极了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丽香把小鸭子拉到外面再谈 没想到小鸭子竟然直接质问丽香 是不是她杀了秀丝了 是因为她想要孩子 但秀丝却满足不了她 不过这个疑惑被丽香当场敲碎了 她甚至还嘲笑起小鸭子的幼稚行为 原以为秀丝即便不喜欢自己 但也把自己当成最真挚的红颜知己 小鸭子万万没想到自己连小五小六也拍不上 不过尽管这样 小鸭子还是执迷不悟地想要把秀丝的孩子抢走 她拿起刀子往丽香走去 正当她想要刺伤对方时 却被丽香用防狼气垫绑在地 丽香让小鸭子冷静一点 为了这样的渣男根本不值得 而且还对她说出隐藏了很久的真相 原来在秀丝没有去世之前 她就知道自己生育困难 还提过丽香可以跟别人生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并不是秀丝的 而是丽香和其他人所生 既然不是心爱之人的孩子 那小鸭子也没有抢来的意义了 看到小鸭子离开后 丽香瞬间瘫软在地上 没想到突然丽香他们出现在身后 原来丽香将丽香刚才跟小鸭子的谈话 都听得一清二楚 虽然很想搞清楚孩子的事 但丽香却不想追问丽香让她难堪 而且想自己去调查清楚 她来到那天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个画家的画园 因为她有一幅画里画的正是丽香 小匠问丽香也认识丽香吗 丽香告诉她丽香和自己是高中同学 听到这里小匠竟然恳求丽香帮忙联系丽香 因为她真的很想再见丽香一面 无法拒绝的丽香只能帮这个小猫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当丽香到来后 她竟然听到一个更炸烈的真相 然而她误会了 丽香和这个画家只是合作关系 小匠聘请丽香成为她的人体模特 两个人的关系仅仅是这样 在得知丽香要生小孩 但丈夫生不出时 小匠提出自己可以当捐金者 但最后还是被丽香狠狠地拒绝了 因为她不想和小匠有跨越合作外的关系 英婷带着疑问回到家 跟孟子和小海谈论这件事 当小海问及她 如果孩子不是秀斯的她会怎么做 没想到英婷却犹豫不决地说不知道 英婷的窝囊行为让孟子怒火中烧 孟子的这番话狠狠地点醒了英婷 是啊 就算不是秀斯的孩子又如何呢 只要是丽香的孩子就行了 因为自己爱的人是丽香 爱她就应该爱无极无对待她这个孩子 我没想到她走到一条天桥的时候 一些零碎的记忆片段却在不断地敲醒着她的脑海 然后她就晕倒失去意识 幸好丽香赶到医院得知英婷并没有生命危险 虽然她坚强地硬撑着回到家 但到家后却立马瘫软在地 丽香告诉孟子和小海也许英婷恢复记忆了 可能也记得自己害死秀斯的事 因为英婷晕倒的地方正是秀斯去世的案发地 原来有一次三剑客聚会时 突然秀斯恳求英婷和丽香生孩子 因为结婚后丽香一直想有属于自己的孩子 但自己却由于生育问题不能满足她 然而这样的无理要求被英婷拒绝了 这番言论让英婷很生气 自己喜欢的女神怎么可以让兄弟如此糟蹋 于是她大骂了一声渣男便直接将秀斯推倒在地 本以为只是轻微的受伤 可随着秀斯头上流出大量的血液后 她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去世了 对于秀斯的死英婷十分自责 她认为是自己害死秀斯的 甚至还想着自杀去祭奠兄弟的死 为了降低英婷的愧疚感 丽香甚至在办完秀斯的丧礼后 利用极端的方式帮助她忘记痛楚 然而这个办法却毫无用处 除了让丽香怀孕之外 还让英婷突然失业了 真的万万想不到 原来丽香肚子里的孩子是英婷啊 丽香之所以没有告诉她真相 只因想保护她 但这次似乎瞒不住这个真相了 来到医院丽香发现英婷不在病床 她拼命奔跑到外面寻找 终于在海边找到英婷 原来此刻的她真的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面对英婷的自责 丽香安慰她并不是她的错 错就错在这一切也许就是秀斯的命 英婷真的万万想不到 这些年秀斯真正喜欢的人竟然是自己 她会把丽香追到手 只不过是极端地想把她留在身边而已 因为只要有丽香在的地方 一定也会有英婷的出现 丽香让英婷别再自责 因为秀斯去世已成事实 毕竟人是要向前走的 加上秀斯也不希望她一辈子活在愧疚中 这些话让英婷有所感悟 或许她应该抛开过去重新生活 而且还要努力给缺爱的丽香一个真正的家 我愿意和你一起 我愿意为你幸福 我愿意为你生的孩子 这样子 愿意和你再逼 祢莫